先講POM這個關節潤骨丸 現在我沒有在手 因為剛剛日本火速製造後 馬上送到香港 未送到給我的 不過之前當然試過 這也是我和日本R&D公司 我們合作開的公司研發 其實關注兩個問題 一就是骨質疏鬆 無論男或女 第二就是我不管你有什麼成因 你的關節不舒服 關節炎的症狀 都可以舒緩 它跟一般的關節補充劑很不同 因為它不是只做葡萄糖胺 這麼簡單 它是一個複合配方 可以舒緩一些關節痛 不只是膝蓋 其實任何關節不舒服 都可以減低痛楚 還有可以維持骨質的密度 還有它的成分 我可以選擇 當然是比較獨特 罕見一點 就用了日本苦醬葉的成分 用亂葉來做 也有臨床實症 可以舒緩和改善全身的關節不適問題 還有它也有葡萄糖胺 我們也有放 但是它是放低納的配方 低納的配方 也會和苦醬葉有協同效應 再加強舒緩關節痛的情況 也結合了赤薑 日本叫赤薑 我們叫紅薑 還有膠原蛋白 其實放一些披薑有什麼用呢 就是令到關節的溶液可以多些 也能修復軟組織 加上紅薑也可以活血和抗炎 真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到不同的效果 你有特別的複合配方 有時候關節未必是受傷痛 但可能天氣冷或者自己的勞損也會弄到一些僵硬 可能起床發覺手指沒那麼靈活 手腕、手肘、角頭 其實我很多位都會痛 一來我打排球 二來就是用電話電腦很多 一直都是勞損勞損勞損 這些都會令到我很想研發這個產品 骨質疏鬆都是很多女性會面對 尤其是城市的女性 中國人的飲食其實不是很高鈣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我小時候都不是吸收很多鈣 所以你小時候不吸收 大時候就很容易骨質疏鬆 你現在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防止一些叫做破骨組織 是繼續太活躍地幫你破骨 人體也有一個做骨組織 總之做骨組織活躍過破骨組織 其實你的骨質密度 都有機會是繼續增加的 虎杖葉四個星期臨床實症改善關節膝頭的問題 八個星期也可以改善膝頭的油印度 雖然他的臨床實症只是做在膝頭 但其實全身關節都會有幫助 紅薑也有日本的大學研究報告證實 可以改善炎症 因為其實關節有時痛 腫都是因為發炎 低臘的葡萄桃胺的好處就是 連一些三高人次都不怕吃 因為市面上很多葡萄桃胺 可能都沒有說自己是低臘還是高臘 我們這個就確定三高人次可以吃 低份子量的膠原蛋白胎 首先就是不需要在小腸裡直接吸收和利用 去到軟組織修復 還有沒有膠原的腥味 很多collagen peptide都有陣味 用法就是一般關注關節健康的人士 每天兩粒 早上飽肚溫水服用 如果你是有退化性關節炎 或者類風濕關節炎問題的人 每天四粒 如果痛風引起的關節問題 也有痛楚 每天都是三至四粒 如果你是骨質疏鬆人士 即是更年期的女性 經常喝茶和咖啡 就是每天兩粒